是怎么被打垮的呢 我不是其他的原因了 我只告诉你解放天是怎么重逢的 如果这个故事是台湾国民党说的 我不信 如果这个故事是海外的华语学者写的 我不信 我信的是什么 是山东军区 就是济南军区的一个老解放军 军官 我在八十年代末法文寄完的时候 他跟我说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孟良谷的山坡上 当解放军冲锋的时候 国民党军队第一次遇到的 是一群老头老太太 激光枪抠木扳机扫出子弹以后 国民党的军队杀然一致 他不能打了 他不能拿激光枪去 扫着一些熟寸的老太太老先生们 可是他不知道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是地主 副龙反跟令马 控三党让他们做第一次冲锋 第二次冲锋上来 激光枪刚刚抠中班级 是一群骇恶 地妇子女 国民党只好又把枪放下去 解放军又冲上了一阵 第三次冲锋 是一片白被丹 这一要开打的时候 白被丹没有了 全是赤裸裸的青年夫人 地主妇龙的女儿的媳妇 国民党的军人把枪军的认识 不打了 怎么打了 这个战争的经验 告诉大家 也是跟聂林学来的 聂林在他1920年到1921年的 所谓他已经的战斗当中 就是用这种方法 把地主布隆及其家属 送上的前线 作为替死鬼 这个方法 在彭大将军 抗美援朝的时候 曾经告诉金月成 可以用这种方法